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款板是斯蒂卡的四五 这款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老朋友了 我觉得在手上的感觉还是弧线特别好 也会稍微有一些震手的感觉 从自己的手握住球盘的那一刻还是体验感很足的 当我拉球刚才我其实的发力并不是很多 但是弧线马上就带起来了 而且它的这个底劲也是非常足的 大家可以听到我刚才用了同样的力量 但是我觉得这块板给的摩擦力是非常多的 它还是很厚重的 先给弧线然后给摩擦力 然后相对来说稳定性很好的一款板 我跟队友反手反撕的这个反手快撕的这项技术 我觉得这款板给的弧线特别好 我刚才是借力发力的时候 弧线直接就起来了 最后一板球我是发力的 而且我并没有特意的因为发力加弧线 是因为它这款板自身弧线就很好 所以当你发力的时候 你只需要往前发力就行了 脑子里不需要想那么多 只要你把动作做出来 它就自带弧线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这几个短球的处理 我不仅摆短呀 劈长呀 反手拧 我都试验了一下 我觉得这款板就是好在它的球速 没有给人家特别冲的感觉 有些球拍特别硬 当你出手做动作的时候 那个球会给的比你想象的更长一点 所以你还要刻意想着收一点手 就是所谓的这种控制力不是很强 但是我用这款四五的时候 我直接往前发力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一种特别冲的感觉 在发力的同时它也有吃球的感觉 包括劈长和反手拧 反手拧直接做完动作以后 直接给弧线了 而且你也不用考虑要收手 你就把动作完整地做出来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跟队友对拉的时候 其实我的发力还比较小 而且弧线马上就出来了 我觉得这款板就比较适中 适合于旋转和速度中间的一种选手 它没有出球特别快 它自带弧线 但是它也没有这个速度特别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动作非常适中的这个情况下 它还是能具备非常折中的 稳定的这个速度与力量的一种平衡 在这种平衡的一种平衡 在这种平衡的一种平衡